在上个礼拜五 投资人看多标的的前十档 分别整理在图表当中了 这十档个股的产生是来自于 在上个礼拜买进认购 还有卖出认售 在上周五这些相关看多权证 成交金额最多前十名的个股 分别包括了日月光 台积电 联发科 F立峰 还有瑞宜 而六到十名则看到有 华汉 葡萄王 友达 尚伟 以及在低任当中的华雅科 在针对这十档看多的个股所连结 发行天数在十天以上 并且成交值 上周五位居在前五大的热门权证当中 要为您观察出来的是 买进价隐含波动率表现比较稳定的标的了 因为这攸关于您未来要将手上的权证 卖回给原先发行券商的时候 这个价格是不是合理了 第一档要帮您追踪到的是 231的日月光傲五大热门权证当中 买进价隐含波动率表现稳定的是绿色 就是最下方的这条 富邦7U 代号035 037 距离2330台积电 五大热门权证当中 隐波表现稳定的是 由上往下第二条 橘色的5X圆大 我们看到代号是033365 而2454联发科 我们看到五大热门权证当中 隐波表现稳定的是AG统一 是深蓝色的线条所呈现的 代号034929 而接着看到是4137的F立峰 我们看到 隐波表现稳定的热门权证当中是绿色的线条 台新25代号035394 而接下来要观察到6176的瑞宜 五大热门权证当中 隐波表现稳定是最上方 橘色的68中性代号033911 至于工艺电脑当中的华汉呢 我们看到 隐波表现稳定的是G4圆大 是橘色的这条031634 而接着看到1707葡萄王 我们看到五大热门权证当中 隐波表现稳定的是深蓝色的凯基1G 代号035006 至于呢2409面板龙头友达 隐波表现稳定的热门权证呢 是最下方橘色的这条 圆大7Y 代号035528 而锋利发电当中的上尾呢 来看到隐波表现稳定的热门权证呢 是橘色的这条 赵峰5S 代号033434 最后呢3474 华尔科则是呢 这隐波稳定的是深蓝色所呈现的 圆大7U 03549